阳气是人体物质代谢和生理功能的原动力 是人体生殖、生长、发育、衰老和死亡的决定因素 人的正常生存需要阳气支持 阳气越充足,人体越强壮 一、皇帝内经中,何为气? 气是构成世界物质的本源 人体的气充斥于全身,无处不在 按分布及特点不同,可分为元气、宗气 阴气、卫气、中气、武气这些统称阳气 阳强则瘦、阳衰则腰 所以阳气决定生长 阳气储藏在肾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元气 常说的元气大伤,即是伤了阳气 皇帝内经中讲阳化气,阴成形 阳化成身体所需的能量 硬形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身体 如果身体没有了阳气,就成了一幅空的屈窍 就会死亡 二,为什么阳气会不足? 阳者为外而为故也 就是指人体有抵御外邪的能力 这种能力就是阳气 那阳气不足是因为什么原因? 熬夜伤阳 在中医看来,晚上11点前摇进入睡眠 因为这个时候阴气升到极点 这是阴阳交接班的时间 又是一点阳气发芽的时候 只有在睡眠中才能顺利进行 少穿上阳 短裙,露齐装,露背装 够性感,也够动人 而且露的这几个部位偏偏是最怕受寒的 肩关节,膝关节,颈背和腰腹 这都是人体薄弱之地 最受不得沾风寒受凉 烂吃上阳 很多人偏爱冷食 夏天甚至冬天都爱偏冷的食物 长期吃着吃着 内寒就吃出来了 懒惰伤阳 动为阳 静为阴 生命在于运动 只有常运动 气血才能不渝不堵 而现代人最缺的就是这个 在家歇着 出门坐车 上班一坐坐一天 总不动 气血运行就弱 体力就会下降 内脏功能减弱 则寒从内生 三 阳气不足的危害 阳气不足 人就会生病 阳气完全耗尽 人就会死亡 它具有温氧全身组织 维护脏腹功能的作用 养护阳气是养生致病之本 寒 面色苍白 手脚凉 怕冷 心慌 试睡 公寒 不孕 痛经 容易感冒 反复感冒等 湿 肥胖 高血脂 高血脂 高血糖 关节炎 妇科炎 痣疮 黄鹤斑 皮肤病 消化不良症 心闹血管疾病 慢性盆腔炎 宫颈弥烂 月经不调 水肿等 甚至和肿瘤有关 早衰 头发干枯 面容憔悴 皱纹增多 皮肤松弛 老年般出现 精神欠佳 体力下降 记忆力减退 月经量减少 性冷淡 更年期提前等 如何判断体内 是否有寒 一 经常虚弱 容易疲劳 二 手脚冰凉 怕冷 三 容易腹泻 喜欢热 四 月经总迟到 肠有血块 易痛经 五 腿脚容易水肿 六 下肢容易无力 酸麻 易犯腰痛 以上情况 占两样就要警惕了 四 如何缺含补羊 补羊 撞羊 就是为顺应自然规律 补充日常消耗的阳气 使身体达到一个阴阳平衡的状态 人的生命力才能更加旺盛 多运动 动能生羊 拉筋 慢跑都属于慢运动 可以让全身的筋络 气血 骨骼 肌肉 动起来 有助于调节五脏六腑的功能 促进新陈代谢 所以老少均可 但是运动不能过量 过量则消耗阳气 早入睡 补充阳气 皇帝内经说 阳气尽则我 要保持精力旺盛 首要条件就是生活要有规律 最好在晚上十一点之前入睡 要学会顺应大自然 昼夜的阴阳变化 如果继续熬夜 就会耗损人体的阳气 第二天 人就会显得疲惫 穿衣饮食暖 不伤阳 在生活中 我们要改变我们一些伤阳气的生活习惯 穿衣要暖 平常多喝热水 特别是手脚冰冷 宫寒些像的女性 平常可多喝红糖浆茶 趋势驱寒 点击图片即可查看详情 常暖背 能生阳 人的后背属阳 煮一身阳气的督脉 从后背的阵中通过 煮太阳膀胱筋 从督脉的两侧通过 因此 如果让后背温暖起来 一身的阳气就会强盛 坐着就能补羊驱寒 像平常工作忙 又不喜欢运动的人群 最方便的就是做电法 清代名义无上仙 在李月平文里说 若内服药不能达到 或恐伤胃气者 以作为优以 把艾荣装进座店里 这样一年四季 坐着就能将诗寒赶走 把阳气不足 我们平常例如工作 开车 吃饭 电脑 手机 电视 每天有大把的时间要做 不如坐上爱荣坐垫 坐在健康上 防病者才能尝治久安 抚养的理念 不仅要体现在 临床辩证用药上 更要体现在养生防病上 要贯穿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感谢观看